我们今天讲第四章 紫外可见分子吸收与荧光光谱法 那么我们在前三章呢 已经给大家介绍了电化学分析和 所有的元素分析的方法 包括原子发射光谱 原子吸收光谱 原子荧光光谱 X射线荧光光谱 X射线眼射光谱和 X射线光电子能谱与额线能谱 那么在一期分析的元素分析内容中呢 我们涉及到的就是大多数内容呢 我们都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只留下了一些小的 这个元素分析的内容 比如说SAP直谱 也是一种很好的元素分析的工具 但是呢 它需要在我们讲完直谱这一章之后 再给大家介绍 所以呢 元素分析的内容 就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元素分析的主要内容 我们都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那么从今天起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分子光谱 那么和原子光谱一样 分子光谱呢 它也包括了吸收光谱和发射光谱 那么吸收光谱呢 目前常用的有紫外可见红外吸收光谱 那么发射光谱呢 对于分子来讲 我们很难用热来激发它 因为如果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分子就分解了 因此呢 分子光谱 我们主要是光质发光 或者是化学生物的这个发光的光谱 比如说荧光光谱 灵光光谱 化学发光光谱 生物发光光谱等等 那么除了这些光谱之外呢 分子光谱和原子光谱 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分子存在着散射的现象 那么我们大家熟知的 像瑞利散射和拉曼散射 特别是拉曼散射 由于它和分子的结构之间 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呢 散射 特别是拉曼散射光谱 也是分子光谱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所以呢 都是我们在后面的两章中 就是第四章和第五章 要涉及到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主要来讲一下第四章 就是紫外可见分子吸收 和荧光光谱 那么为了使大家对这个领域呢 有所了解 我先简要的介绍一下 分子吸收光谱的基本的情况 那么我们知道分子吸收呢 它是基于这个分子 就是能 就是电子处在比较低的状态的分子 在吸收光的时候 由于分子的结构不同 它吸收光的特征也不同 而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 那么 分子光谱呢 实际上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用应用的是非常多的 那么分子吸收现象 是我们常见的现象 我们的世界之所以是 这个红尘黄绿青蓝子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分子造成的 大家知道我们的所有的衣服的染料 都是由于这个不同的染料分子 才是我们的衣服 显得这么丰富多彩的 那么同样的 自然界的很多的 这个五颜六色的东西 都是由于分子自身特征的吸收 而引起的 因此呢 我们根据这个分子吸收的程度 来进行分析的方法 在远古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就是大家可以根据颜色的深浅 来判断浓度的高低 这是大家常用的方法 那么最早当然 大家主要是用眼睛来看的 那么我们把这种方法叫做比色法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一个高木酸钾 它的溶液的浓度高还是低 只要我们看看它的紫色的深浅 我们就知道了 对吧 那么这种方式呢 叫做这个比色法 那么我们现在还用的大量的比色法 比如说我们用ph试质来试一个溶液的ph值 实际上用的就是比色法 我们家里如果有老人来测血糖 用的血糖的试纸 根据颜色的变化 也是这个比色法 而实际上可能大家注意到 现在呢 在国际的一些重要的刊物 比如是像德国应用化学这样的杂志上 非常热衷于这个发表一些利用比色的方式 来进行一些快速检测 特别是和生命和健康和环境有关的快速检测法 因此呢 比色法实际上呢 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方法 因为它非常简单 而人的眼睛辨别颜色的能力 辨别颜色的深浅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在很大程度上 有时候比仪器还要强 所以呢 这个比色法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方法 但是呢 如果要准确的 就是进行定量分析 或者准确的知道 一个分子 它的波长的特征的话 我们还是要借助仪器的 那么最早的这个仪器呢 是采用的叫做所谓的光电笔色的仪器 光电笔色 那当时候那个仪器呢 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用一个普通的光源 联系光源 用一个绿光线 用一个光电池 来作为检测器 我们就可以测量这个物质的吸收 后来呢 逐渐发展到叫做分光光度的方式 也就是说用棱镜 或者这个光杉作为单色器 所以呢 这个吸收光谱呢 大家如果现在看一些文献的话 还是常常能听到这三个不同的名词 就是所谓的比色分析 所谓的光电比色 目视比色 光电比色 和分光光度 那么当然现在绝大多数的实验室 用的都是分光光度的式的仪器 也就是说用光杉 或者是用棱镜作为单色器 来进行分光的仪器了 所以呢 希望大家对这种 由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不同的时期 所用到的不同的方法 这些名词有所了解 那么另外呢 根据这个分子吸收的不同呢 目前呢 分子的吸收呢 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 就是所谓的紫外吸收 可见吸收 和红外吸收 和红外吸收 那么当然了 这个我们说 分子还可以往更短的波长 比如说紫外再短 原紫外再短 我们可以是X射线 再短可以是γ射线 对吧 但是呢 为什么 很少用X射线 来进行分子吸收的研究 我想大家应该 如果想想这个问题的话 大家应该 根据我们前面学过的课程 应该基本上解决了 但是后头还有一段 也就是说 红外光谱之后 远红外 再往后呢 微波 对吧 再往后无线电波 那么这一段区域的分子吸收 是不是 也可以作为分析方法 当然最近呢 可能有些同学知道 这个在远红外和微波 区之间的这一段波长 我们现在把它称为太赫子谱 也是 就太赫子谱呢 现在是一个非常新的分析方法 因为它具有两个优点 第一 它具有远红外光谱的 对于分子结构精细识别的能力 第二呢 它具有微波很强的穿透能力 因此呢 它有可能能够成为下一代新的吸收光谱分析的仪器 但是作为我们现在的一个本科的这个教学来讲 我们还是着重介绍一些比较成熟的方法 包括可见光 紫外光和红外光 这样的吸收光谱的方法 那么吸收光谱本质上是一个灵敏度不太高的方法 大家在原子吸收中其实已经知道了 那么吸光度呢 是和这个log癌灵比上癌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吸收光谱永远都是在一个量背景下 在一个强大的癌灵下进行测量的 我们测到的是癌灵减弱的程度 是不是 就是入射光减弱的程度 来判断这个溶液中分子的吸收程度的 那么因此呢 当如吸光的分子的数量小到一定的程度 这个减弱的程度和益气的误差 就是益气的噪音水平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判断 它的这个 这个分子的浓度了 因此呢 这个吸收光谱法本质上不是一个灵敏度很高的方法 那么为了提高吸收光谱的灵敏度呢 这些年呢 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比如说像光升光谱 就是利用吸收光之后 我们不去测量它的吸收的程度 而是去测量吸收了这个光之后 产生的分子产生的声波的振动的变化 那么采用这种方式呢 那么我们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发射光谱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种声波的振动呢 因为它是在一个暗背景下 原来没有振动 现在有振动 只要我们测深波的检测器足够的灵敏 那么我们的灵敏度就能够提高 所以光升光谱的灵敏度 是相对的比吸收光谱的灵敏度要高 另外呢 由于吸收光谱中 我们后头将会讲到浪波比尔定律的时候 讲到这个吸收光谱和光成是有关系的 分子吸收光的时候 它的光成越长 那么灵敏度就会越高 因此呢 现在长光成的吸收光谱 也就是说过去 比如说我们测紫外吸收 我们拿一个比色池一个厘米厚度 那么现在可以测到100米的厚度 那么这样的话呢 灵敏度就可以大大的提高 当然怎么样来实现它 我们后头再讲 那么这些呢 都是可以比较好的提高灵敏度的办法 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前面这几张介绍 原子光谱的时候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原子吸收 那么分子吸收和原子吸收 它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 为什么我们要单独的拿出来研究呢 我们都知道原子的吸收是一种 本质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光谱呢 是一种现光谱 对吧 它是电子的跃迁而引起的一种现光谱 在原子的这个能极中 我们都知道它是量子化的 也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不同的能极之间 有一定的这个这个量子化的这样一个性质 并且呢 它的每一个能极 它的能量都是确定的 因此呢 从这个能极 跃迁到那个能极的能量也是固定的 从而呢 它的波长也是一个比较准确的值 虽然我们说它有一定的展宽 我们讲过几种展宽 叫自然展宽 Doppler变宽 Lowens变宽 等等 但是呢 我们知道原子的这个谱线 它的实际宽度只有多宽呢 在正常情况下 10的-3次方 是不是 个纳米左右 就0.001个纳米左右 这个我们在原子吸收光谱里头 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那么分子光谱和原子光谱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知道吗 分子光谱和原子光谱有什么区别 我们说分子光谱本质上呢 它是一种代光谱 对吧 它是一种代光谱 这是一个典型的分子光谱的能极示意图 对原子光谱来讲 那么如果是基态的话 我们通常只有一个固定的基态的能极 对吧 那么第一激发态 也会有一个固定的第一激发态的能极 但是分子不一样 分子在任何一个能极 都会有若干条谱线 都会有若干条谱线 那么从而组成了分子的振动光谱 和转动光谱 因此分子从一个能极 比如说基态 跃迁到第一激发态的时候 它的能量不是唯一的 它可以从这里的任何一个振动能极 或者转动能极 跃迁到一个更高的振动能极 或者转动能极 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能量 有微小差别的谱线 因此分子的跃迁 它不是一个现光谱 而是一个带光谱 那么现在我就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都是化身班的同学 我们都知道现在纳米金用的比较多 我这里有一张图 大家看一下 纳米金是金属 是元素还是分子 它应该是现光谱 还是带光谱 谁能说得清楚 金是 就是金的颗粒是由元素金组成的 是不是 那么元素金应该是原子光谱 还是分子光谱 原子光谱 既然是原子光谱 那它应该是有什么特定的波长 是不是 那么这个特定的波长的半宽度 应该符合原子吸收光谱 我们介绍的谱线的宽度 应该是多宽 10的-3次方纳米左右 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图上来看 金的光谱是原子光谱的形状 金纳米粒子 它的宽度几十的纳米 是一个典型的带光谱 是典型的分子光谱的形式 是不是 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在这个 实际的测量中 我们也是在利用金的 比如说像这篇文章 那么 这是麦肯他们做的 就是 他们把这个不同力净的金 对吧 所产生的颜色不同 从而能够实现双标记 对吧 那么这个颜色的不同 我们眼睛能够观察到的这种颜色的不同 通常是和分子光谱的 对吧 性质是一样的 因此呢 纳米金实际上本质上呢 它是 这个 它是一种分子光谱的 这个形式 大家看 它是一个 本质上是一个分子光谱的形式 也就是不同的 这个力净的金 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那么我想呢 在我们的一期分析教材里头 没有涉及到这一部分内容 原因是 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 这些论文都还没有出来 都还没有出来 那么 因此呢 这个 这些内容呢 是 这几年研究的比较热的内容 但是这些研究呢 就是需要我们对于原子光谱和分子光谱 比较好的一些理论基础 因此呢 我希望大家带着这样的问题 我们来继续学习我们的分子光谱 在学习完了以后呢 同样的和以前一样 我们会有一个讨论 大家来谈一谈 纳米材料 它到底是属于这个原子光谱 还是分子光谱的性质 对吧 那么 我们说分子光谱呀 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 它是 这个带光谱 那么 对于不同的分子光谱吸收来讲 比如说紫外 红外 远红外 等等 那么 它们 的光谱的这个产生 其实呢 从基礼上是不一样的 对于紫外和可见光谱来讲 我们把它称为 电子光谱 称为电子光谱 它和原子吸收 有某些类似的地方 都是 这个 这个分子或者原子的架电子 在吸收了光之后 发生跃迁而产生的光谱 比如说 这个紫外可见光谱 实际上是分子的架电子 在吸收了紫外或者可见光之后 那么从较低的能态 跃迁到较高的能态的时候 所吸收的特征的谱线 而形成的光谱 那么这种光谱呢 我们把它称为电子光谱 因为它是加电子的跃迁产生的 因此呢 这种光谱呢 由于是加电子的跃迁 它的能量一般是 一到二十个电子伏特左右 是一到二十个电子伏特左右 我们上次也给大家介绍过了 如果要是x射线 的 荧光的话呢 比如说x射线吸收 x射线荧光 那么x射线的能量是很高 它因为它可以把内层的电子 激发而内层的电子能量要远远的 高于架电子的能量 那么红外光谱不是电子光谱 红外光谱呢 是振动光谱 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振动能级上的电子跃迁 而产生的光谱 因此呢 它的能量呢 相对的来讲是比较低的 一般振动光谱的能量呢 是0.05到一个电子伏特 到一个电子伏特 因此呢 红外光谱呢 它的波长呢 是比较长的 到了红外去 原因是 它测量的不是电子光谱 而是振动光谱 而远红外呢 测量的呢 是转动光谱 转动光谱的能量呢 就更小了 它的这个电子呢 它的转动所需要的能量 只有0.05到0.05 这样一个电子伏特 这样一个电子伏特 那么刚才我也给大家介绍了 如果再往下的话呢 那么 我 这个红字可能大家就看不清楚了 因为不是我们要讲的内容 就是像泰赫子谱 就THZ 泰赫子 那么泰赫子谱是介于远红外和微波之间的一段 波长范围 最近几年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当然最重要的重视 总是先从物理学开始 然后从生物学的应用来看前景 化学总是居于中间的 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位置上 那么 但是呢 实际上呢 就是说 怎么样把泰赫子谱的 从物理学的原理应用到生物学上去 其实这个桥梁 基本上都是由化学家来完成的 现在呢 由于化学家没有出很大的力气 所以这个桥梁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建成 就是泰赫子谱现在在生物学上的应用还不多 但是从理论上来讲 泰赫子谱在生物科学上应该有更大的应用 因为它可以研究弱相互作用 因为弱相互作用常常引起不了电子光谱的变化 它引起的常常是震动光谱 甚至是转动光谱 震动光谱 它弱相互作用可能都引不起 它引起的是转动光谱的变化 因此呢 这时候泰赫子谱呢 是非常好的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泰赫子谱它又有微波的性质 因为它介于微波和远红外之间 那么由于它又有微波的性质 因此它的穿透能力又非常强 我们知道我们的手机是可以 对吧 在房子也能接收信号的 因为呢 所以呢 这个泰赫子谱的穿透能力又很好 因此它研究生命体的一些原位 再现的一些弱相互作用 应该是非常有前景的 但这个方面呢 目前做的还很少 那当然也有很重要的原因是 这个越是到能量比较低的 比如远红外区 对仪器的设计来讲就越困难了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人体的热量 我们人体是可以发射这个红外线的 所以对远红外这样的光谱仪来讲 我们人只要往前走 那边的吸收噪音就就一下就起来了 所以它从仪器的设计屏蔽上 从各个方面 它要求的要比紫外可见吸收光谱要难得多 另外一个呢 就微波 微波呢 直到目前 虽然它在比如说通讯方面 在其他的方面呢 有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在仪器研制上 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所以现在 微波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波段 但是它为什么没有在分析仪器上 获得广泛的应用 大家可以去探讨这样的问题 如果有可能的话 也可以来发展新的仪器 那么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就是说分子的 分子的这个电子光谱 那么它主要的形式呢 就是紫外和可见吸收 对吧 它的振动和转动光谱 主要的形式是红外 那么包括这个近红外 中红外和远红外 那么 在分子的这个振动光谱 这段区域里头 我们说它呢 有两个特征 一个呢 就是它的波长 它是带光谱 它有一定的波段范围 它是一个 它这个风的宽度 通常会是几个到几十个纳 这个和原子光谱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电子光谱呢 它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电子光谱由于它的能量在一到二十个电子伏特 因此呢 它的这个谱线是在紫外或者是在可见区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一章中的重点来介绍紫外可见的吸收光谱法 那么我们在下一章呢 再给大家介绍红外光谱 那么分子的这个带状既然是一个带状光谱 它和原子光谱就有某些不一样的地方 原子光谱因为它是现状光谱 它很难受周围的环境的影响 但是分子呢 它是一种带状的光谱 它是由振动能极上的任何一个能极 跃迁到一个更高的电子态的另外一个振动能极所形成的 因此呢 环境对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我们教材上有这样一个图 大家可以很形象的说明了 这个周围环境对一个分子吸收光谱的影响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分子是在水中 那么我们知道水是一个有很强的这个作用能力的一个分子 对于它是一个急性分子 那么对于一个我们在水里头的分子来讲 它由于受到水分子的影响 对吧 有强的相互作用 因此呢 我们看不到这个分子的振动能极的跃迁 它所产生的 就是振动能极 从一个振动能极到另外一个振动 到另外一个高的电子态的振动能极的时候 这种精细的光谱我们是看不到的 因此呢 我们在水溶液中 比如说我们在生物体系研究中 我们常常看到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风 比较宽的几十个纳米的一个包 那么如果我们要想看到精细一点的结构 那么我们应该把作用于我们这个分子的周围的环境的因素呢 让它尽量的减低 也就是说我们尽量让弱的这个作用力呢 弱一些 是一些弱的相互作用 而不像水分子和这个分子的这样强的作用 你比如说我们如果用环几丸 我们知道环几丸是一个相对非极性的容积 因此呢 它和我们要研究的分子之间 比如说和我们的这个对称四勤这个分子 这个相互作用的时候 它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因此呢 我们就看到了一些精细的这个吸收光谱的结构 当然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分子放到蒸汽里头 如果周边分子与分子的距离比较远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它的精细结构 但是不是所有的分子都能够升华成这样的蒸汽的 我常常的分子在还没有变成蒸汽的时候 已经碎裂了 因此呢 我们说我们可以采用一些 比如说非极性的或者是弱极性的容积 那么也许我们能够观察到一些分子之间的弱的相互作用 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来 实际上周 这个图其实也清楚的显示出来了 当你测定一个生物体系中的分子的时候 如果你想了解你这个分子周围环境是不是有变化的话 其实呢 通过紫外吸收光谱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当然了 大家看这个分子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我昨天被课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个对称四前这个分子 这个分子能干什么用 这个分子是个很危险的分子 我觉得 这个分子如果把那两个氢再换成氨的话 跟三聚氢氨的含氮量基本上是一样的了 是不是 是不得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三聚氢氨为什么它能够作为这个蛋白精 是吧 来蒙人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牛奶的现在的蛋白质的含量的测定标准用的是什么 凯氏定氮 也就是说根据氮的含量来确定牛奶中蛋白质的含量 当国家制定了一个标准奶农达不到或者是收奶战认为搀水以后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时候 他当然希望加的这个分子的蛋的数量越多越好 对吧 三聚氢氢氢氨是一个很好的分子因为他碳和氮正好是一个碳一个氮一个氮一个氮所以他六个六个源子里头有三个就是氮了那么这个分子也是个比较危险的分子 这是当然这是这个闲话了那么分子吸收光谱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说分子吸收光谱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呢 他可以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学过大家已经我在每一章里头都反复的强调了不同的方法 有的是可以做定性有的可以做定量有的是既能做定性也能做定量的 我特别如果比较一下的话原子吸收光谱和分子吸收光谱相比原子吸收光谱本质上是一种什么方法呢 定量分析的方法在目前来讲定性分析我们不好做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套装置是空气音级灯是锐线光源 所以我们做一个元素必须换一个灯 因此原子吸收很难作为一种定性分析来确定元素组成的这样一种方法 但是分子光谱特别是分子吸收光谱不一样 分子吸收光谱可以进行定性分析 也就是说不同的分子由于它的这个分子的能量结构不一样 能机结构不一样 因此呢它的吸收特征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根据它的吸收特征有可能实现定性分析的测定 当然了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 那么它的定性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 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分子的光谱呢 特别是电子分子的电子光谱 它是带光谱 而且它的宽度常常达到几十个大米 因此在一个有限的 可子外道可见 比如说两百到八百这样一个波长的窗口内 那么分子的风的容量是非常有限的 而自然界的化合物是非常多的 因此很难通过这样一个特征去确认这个分子是谁 但是呢对于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分子 我们通过比较它的标准的子外吸收和我们做到的子外吸收 我们常常还是可以判断它是谁的 所以我们说分子吸收光谱是一种定性分析 同时也是定量分析的方法 另外呢分子光谱呢在历史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就是我们过去在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甚至有机化学上学过的大量的参数 其实都是用这个方法测到的 比如说很多的酸碱理解常数 落合平衡常数 这个包括容度基等等 很多的这个物理化学的参数 实际上在过去呢都是用这个方法测到的 所以现在呢当然我们同学们都是在大量的用这些常数 我们可能没有很好地去想这些常数谁帮我们测来的 其实都是我们前头的师兄师姐或者师博师叔 他们做博士论文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帮我们测来 然后发表论文我们拿来用的 所以我们也要不断地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去不断地测一些常数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举到的纳米材料发展了 它和生物的相互作用了 那么会会产生很多的常数问题 你们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将来甚至包括B社 本科的B社论文也会涉及到大量的这种常数的测定 所以紫外吸收光谱是一种很好的测量物理化学常数的方法 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紫外吸收光谱和可见光谱呢 它的这个仪器结构相对来讲是非常简单的 甚至比原子光谱的仪器 比如说比原子吸收的仪器还要简单还要便宜 那么因此呢这个紫外和可见吸收光谱是现在的实验室中必备的仪器 它非常便宜 是大家必用的工具 是常规的非常常规的工具 比如说一般的实验室 比如说我自己的实验室 我就有这个测溶液的测固体的 对吧 测不同的这个样品的这个紫外吸收光谱 那么另外呢 紫外吸收的应用范围是很广泛的 我们知道分子的吸收呢 无论是小分子还是大分子 绝大多数的分子都是有吸收光谱的 比如说包括蛋白质在280纳米就有很特征的吸收风 那么因此呢 我们可以呢 利用这个紫外和可见吸收光谱 研究从小分子一直到生物大分子到高级物等等的这个研究 因此呢 紫外和可见吸收光谱有着比较广泛的应用范围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想呢 对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理论基础 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那么这个介绍呢 还和我们所有的一期分析的章节是一样的 不外乎是两个 第一 我们想说明的是定性分析的理论 第二 我们想说明的是定量分析的理论 那么定性分析的理论呢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 我们应该怎么来说明呢 肯定是要说明不同的分子结构 具有不同的能级 对吧 那么因此呢 它吸收这个光谱的这个 吸收谱的这个特征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有必要来研究一下 吸收光谱和分子结构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不是这个结构化学和物理化学 我们只是呢 给大家简单的说明 刚才我说的 就是说不同的分子结构有不同的吸收光谱 这样一个原理 那么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有机化合物来讲 根据分子轨道理论的话呢 它的电子轨道呢 应该都有三个 就是所谓的Sigma轨道 Pi轨道和N轨道 那么Sigma轨道和Pi轨道呢 那么它都存在着一个成件轨道和反件轨道 因此呢 它们之间呢 会发生能级的跃迁 比如说SigmaSigma的跃迁 PiPi的跃迁 而N轨道呢 我们常常把它称为飞件轨道 它只有一个 对吧 它只有一个没有这个成件和反件的轨道 因此对于一个分子结构来讲 按照分子的这个轨道理论呢 它的能级结构呢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也就是说它的跃迁呢 可能会产生像我们上面画的Sigma和Sigma的跃迁 Pi和Pi的跃迁 N到Sigma的跃迁 或者是N到Pi的跃迁等等 那么哪些分子能够产生这样的跃迁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SigmaSigma的跃迁 按照我们刚才的能级图 我们可以看出来 SigmaSigma的跃迁是能级最高的 是不是 是能级最高的 那么哪些分子能够产生这样的跃迁呢 我们说一般的都是一些饱和听 都是单件的Sigma件 那么比如说甲烷 乙烷这样的化合物 它们的跃迁都是Sigma的跃迁 这种跃迁的特点是能量非常大 也就是说因为它的能级结构 我们刚才看到了 相差比较大 因此呢 这种跃迁呀 一般来讲都是一些吸收光谱 在真空紫外区的 比较短的波长的跃迁 比如说甲烷是在125 乙烷是在135个纳米 而我们常用的紫外 到可见光谱的范围是多少呢 是200 200到400 一般是我们常用的紫外区 那么如果是200以下的话 那么我们把它称为真空紫外区 这一段呢 很难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段 这个波长范围啊 空气的吸收太严重了 所以这个仪器必须得设置成 是一个真空的 所以呢 这个真空紫外吸收光谱仪器的价格 远远的要高于这个 我们常用的200到400 这样的近紫外区的 这样一个仪器的 所以呢 大家看甲烷乙烷的这种吸收 用紫外可见 普通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是很难测到的 因为它的波长呢 是在真空紫外区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一些单件的分子常常紫外吸收很弱 我们常常看不到它的颜色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这一类化和我一般都是一些饱和听 第二类跃迁呢 是n到sigma的跃迁 n到sigma的跃迁呢 所需要的能量呢 要比sigma到sigma的跃迁呢 当然要小得多了 因为我们从这个能级结构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么从飞溅轨道到sigma的比较高的 这个轨道上的这种跃迁呢 它的能量呢 相对的来讲 要比sigma的跃迁要比较小一些 那么什么样的分子 能够产生这样的飞溅轨道 n轨道向着sigma的跃迁呢 我们说有这个飞溅轨道的分子 大多数都是有估兑电子的分子 那么也就是说含有 没有用的这样一个公用电子对 那么比如说含氧的化合物 对吧 最典型的 那么大家看 水是个含氧的化合物了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氧的分子上是有固定电子的 那么因此呢 它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一个n到sigma的跃迁 它的跃迁的波长呢 在167纳米 比125的甲烷要好一些了 但是呢很遗憾它还是在200纳米以下 我们刚才讲了200纳米以下 相对的来讲 侧子外吸收是比较困难的 再比如说甲醇 甲醇呢 它的这个氧也有一个固定电子 它可以到184 对吧 一氯甲烷呢 到173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n到sigma的跃迁 其实也不是我们真正能够用得上的跃迁 我们其实最希望的跃迁呢 这个波长呢 能够落在这个200纳米以上 那么 哪些跃迁可以呢 一般是这个派派跃迁和n派跃迁 派派跃迁呢 那么是目前应用 就是在吸收光谱中应用的是最多的 派派跃迁 比如说像一些双剑的化合物 比如碳碳双剑 淡淡双剑 碳氧双剑等等 那么这些派垫子 所产生的这样的派派的跃迁呢 那么它们的这个跃迁 通常呢 都是在大于200个纳米的 这个范围之内的 因此 有颜色的化合物 比如说我们身上穿的衣服的这个染料 那么这种染料 一般都存在着这样的派派跃迁 所以我们合成一些有颜色的碳针的时候 那么尽量的去合成那些双剑比较多的 供额程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分子 那么它们的这个吸收程度就会高 当然了 吸收程度如果高的话 我们后面学到的荧光的程度也会高 我们前面在原子吸收里头 原子荧光里头已经讲过了 对吧 就是说 那么量子产率 就是说你吸收了多少光 然后又以多多百分之多少的形式 把这个光释放出来的 对吧 那么你首先你吸收的基数就大的话 那你放出来的也会高 因此呢 我们说无论是吸收探针 基于吸收原理的探针 比如说有色的探针 或者是荧光的探针 将来在合成的时候 那么在分子设计上都要尽可能的 让它有派派跃迁 就是有这种双剑 有比较大的共额结构 那么但是N派跃迁 其实呢 也是很重要的 N派跃迁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当你一个 这个母体结构形成以后 比如说本环形成之后 那么它的派派跃迁 其实就确定了 如果你还想增加它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给它加一些 这个 比如说你加一些集团 那么这些集团呢 我们把它通常呢 称为增色集团 那么要增色的话呢 那么这时候你已经很难给它 假如说很难给它形成这样的派派的跃迁了的时候 你可以给它尽量的给它一些有孤兑电子的 比如说含氧的 含氮的 等等 这些有孤兑电子的这些集团 给它加到本环上去 从而让它产生N派跃迁 这样呢就会使得这个颜色呢增加 一般来讲呢 这个派派跃迁是最高的 它比N派跃迁呢 要大100到1000倍 所以派派跃迁常常是合成一个分子的时候 就是做分子设计的时候 最重要的要考虑的因素 但是呢 这个N派跃迁呢 也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因为它可以进一步的增加 这个分子的这个吸收程度 那么派派跃迁的吸收一般是比较强的 我们后头要学到拉摩比尔定律的时候 有一个摩尔西光系数 它的极限值是10的-5次方 10的5次方 那么派派跃迁呢 通常都是在10的4次方以上的 而N派跃迁呢 它的这个摩尔西光系数相对的来讲 只有几百到到到 差不多就是就是一般的就是500 500一下吧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范围 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 大家看这个分子设计的时候 如果是本环的话 大家看它有三个特征的风 184 204 254 我们把这种就是有派派这个跃迁的这个集团呢 我们把它称为声色团 它可以产生这样的吸收 那么有吸收我们才能有颜色 对吧 那么但是如果要是在本上呢 我们加一个枪击 我们把它变成本分的话 大家知道这个枪击呢 因为它有一个固定电子的氧 它可以产生N派跃迁 这样呢 这个分子大家看到 它的这个波长就发生了红移 就发生了红移 那么我们当然希望要适当的红移 对我们的这个吸收是有好处的 我们不希望到原子外去去 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往长波走 对吧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波长 比如说它的中间这个风原来是204 它就变成270了 所以呢 它就发生了红移 所以呢 我们国内过去呢 有相当一批搞这个 显色剂的科学家 其实呢 我我我仔细的过去读过一些显色剂的文章 因为我过去上上做研究生的时候 和刚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是分析化学的主流方向 我也读了很多的这个燃料方面的工作 那么我发现其实大多数的人 不是在母体结构上做工作 而是在官能就是注色团上 不是在声色团上做工作的 就是国际上的大部分的做这个探针的这个人呀 其实它的主要的工作是集中在注色团上的 因为注色团比较容易 对吧 加一加一些集团 让这个染料发生红移 加一些集团 让它的摩尔西光系数增大 让它的灵敏度提高 对吧 那么这是比较容易的 而真正的设计一个完整的 有声色团的一个分子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对吧 直到现在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显色反应 主要是三大类探针 荧光反应呢 大概也就是那么两三类探针 是主要的母体结构 那么这个表呢 是一个就是典型的这个声色团 或者是注色团的表 大家看比如说探探双剑的跃迁 如果是只有一个探探双剑的话呢 它的跃迁其实并不是很高 它只是在波长在一百七十五 我们希望是在二百以上 对吧 是在二百以上 所以呢 我们希望有若干个共额集团 这个共额程度越高 那么将来呢 这个吸收的这个能力就会越强 波长呢 也会往长波方向走 所以不同的 大家看不同的集团呢 这个不同的双剑呢 它的这个吸收波长 它的这个摩尔西光系数 它的跃迁的类型 那么我们都列在这个表上了 这个我们的教材上也有类似的一些介绍 所以上课呢 我们就不详细的来介绍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想来谈一谈 那么影响紫外可见光谱 有哪些因素呢 根据刚才我们的介绍 我们说有这么几个因素 第一呢 共额效应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反复的介绍了 就是如果派电子共额体系越大 波长就会越红移 吸收呢 就会越强 这就给我们在设计一个分子 在合成一个分子 比如说我们将来要做这个生物探针的时候 那么我们当然希望 这个我们知道所有生物的探针啊 我们都有两个共同的要求 第一个要求呢 就是说你的吸收程度要高 灵敏度才能高 对吧 第二要求呢 尽量红移 也就是说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入射光如果是比较短的波长的话 蛋白质是容易散射光的 会有干扰的 但是所以呢 红色的燃料呢 常常是这个生物学上所需要的 另外呢 这个波长越短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光源呀 它会产生的问题是 它会使我们的细胞对吧 损伤的 对吧 另外呢 它的这个光漂白作用也会增加的 因此呢 我们现在说 最就是在生命科学上呢 这个近红外燃料现在是很时髦的 什么叫近红外燃料 就是说把我们的燃料的吸收 尽量的往红光方向调控 那么要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 那么我们设计分子的时候 要让它的供额效应要大一些 这是我们设计一个分子的母体结构的时候 要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然后头的取代机的效应和容积的效应呢 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后头再讲 我们休息一会儿 好 我们继续上课 我们上节课呢 给大家介绍了 吸收光谱的一些 基本的概念 比如说 那么什么是原子吸收光谱 什么是分子吸收光谱 它们之间 有什么区别 那么分子吸收光谱 它包括了哪几个方面 比如说 它包括紫外吸收 可见吸收 红外吸收 当然了 这两边还可以有吸收 但是目前为什么用的是 这一段的吸收 那么最后呢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吸收光谱发展过程中 它经历的几个阶段 像目视比色 光电比色 分光光度等等 这样几个阶段 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呢 我们着重给大家要介绍一下 就是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 它的基本的理论 那么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呢 它的基本理论呢 我们说和别的方法一样 包括两个方面 就是定性分析的理论 和定量分析的理论 我们现在呢 正在给大家解释定性分析的理论 我们想说明不同的分子结构 它的吸收特征是不一样的 其实呢 我们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已经能够看出来了 不同的这个分子结构 由于它的跃迁的形式不同 比如说 那么ππ跃迁 它的吸收程度呢 就比较大 如果这个分子是σσσ跃迁的分子 那么它的吸收程度就会很小 那么如果它是ππ跃迁 再加上nπ跃迁 它的吸收程度呢 可能会更大 而且它的波长呢 更会发生红移等等 那么因此呢 从这里我们已经知道了 就是说不同的分子结构 它的吸收特征是不一样的 当然了 那么首先呢 是它的母体结构 它有比较好的共额效应 其次呢 就是它的取代机 它的取代机呢 要能够引起π电子永久性的转移 那么就会使取代机呢 向着这个红光方向移动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取代机 你如果也参与了这个ππ跃迁的话 如果你参与了这个共额系统的话 那当然它就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特别是一些 那么取代机呢 经常呢 我们是一些有估兑电子的 比如说含氧的 含氮的 含氮的 这个含硫的 甚至这个其他的 这个包括含鲁素的等等 那么他们加到了一个共额体系之后呢 常常呢 由于它的这个注色作用 常常呢 就会使得吸收光谱呢 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这是都是我们在分子设计中 应该注意的 那么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大家知道 比如说我们测乙干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 这个 以来萨 以来萨呢 大家一直认为 这个以来萨不是一个好方法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以来萨的那个显色剂啊 就是它最后不是 这个 免疫反应结束以后 它的拉根冠氧化 没催化 冠氧化氢氧氧化一个染料吗 然后让那个染料 要显色 然后根据那个显色的程度来 判断我们是不是 这个 这个两对半 这些指标哪一个高 那么 这个显色剂 是一个什么样的显色剂呢 可能大家知道 是一个藕蛋染料 什么叫藕蛋染料 就是有两个 就是蛋蛋双剑的染料 我们知道蛋蛋双剑 那当然有比较好的共额结构了 因为它有拍拍月纤 因此它的颜色就比较深 而我们穿的很多的 过去的很多的衣服的染料 都是藕蛋染料 但是藕蛋染料有一个很 现在研究呢 有一个很糟糕的地方 就是藕蛋染料 常常是致癌的 常常是致癌的 因此呢 大家现在不希望用藕蛋染料了 可是藕蛋染料的 因为它的这个拍拍月纤嘛 它的这个灵敏度很高 吸收的这个程度很好 灵敏度很高 所以没连免疫现在还离不了 现在大家都在千方百计的 想采用其他的染料 或者其他的方法来取代 现在的这个伊雷萨的方法 但实际上呢 现在看起来 还是藕蛋染料 虽然做了一些改进 让它的致癌性减小 但是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要达到很满意的程度 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这个分子设计呢 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当然了 除了这个分子本身来讲 那么溶剂的影响呢 也是有的 刚才我们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对吧 那么在不同的溶剂中 由于呢 这个周围的环境的分子 对这个显色分子的作用的能力不一样 会影响到 它的这个能级的这个改变 因此呢 也会影响到 这样一个吸收普现的变化 那么一般情况下 这个分子的激发态的急性呢 是大于激态的 因此呢 溶剂的急性增大呢 有利于激发态的稳定 能量呢 降低 波长红移 这个跟刚才 那个图不矛盾 那个图说呀 如果 非急性增大的话 我们能看到它的精细结构 是不是啊 但是呢 精细结构能看到并不等于灵敏度高 那么如果是 这个 急性稍微大一点呢 那么 电子跃迁到激发态停留的时间 稍微长一点 那么它的这个能量呢 就会稍微的低 为什么呢 它上面有很多振动能积 它能停的时间长一点呢 它 它经过一个重整的话 它会到一个比较低的能积 然后一次大家一块下来 这样的话呢 这个 就是说 它的这个 吸收 就是单位时间和吸收光的程度就会增加 那么当然 荧光呢 也会进一步的增加 总之呢 溶剂对于分子也是有影响的 那么取决于我们到底是想要它的精细结构 还是想要它的吸收程度增加 那么以上呢 是这个有机化合物的结构 和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关系 那么 无机化合物 其实呢 也有紫外吸收 那么无机化合物的紫外吸收呢 主要是地轨道的跃迁 就是滴滴跃迁 我们知道大多数的这个过渡金属离子呢 都有未充满的这个地轨道 按照晶体厂的理论的话呢 当然 这个地轨道呢 如果没有配位体去和它形成一个配位厂的这种相互作用的话 那么这个地轨道是个唯一的 就像我们前头这 这一条线 也就是说 一般的一个单个的金属离子是没有颜色的 我们眼睛是看不到的 对吧 它有吸收 但这种吸收呢 是我们前面讲的原子吸收 是原子吸收 一个是它的吸收呢 都是在紫外区 另外一个它的吸收都是现光谱 而形成一种带光谱呢 对于这样一个元素的原子来讲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它们会有颜色 它们会特别是能在可见区我们的眼睛都能看到颜色呢 主要是配位厂的作用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元素 对吧 它具有一定的配位能力的话 它可以作为一个中心离子 然后呢 配体呢 来进攻它 比如说铜离子 那么水分子可以来进攻它 形成一种水和的这个铜离子 或者氨分子来进攻它 形成一种铜氨落离子 那么这样一种配位呢 就会导致地轨道的分裂 比如说这是个典型的八面体的配位厂 由于有了这个厂以后呢 地轨道发生了分裂 地轨道发生分裂以后 这个能级呢恰好呢不是很大 在紫外甚至在可见区的时候很多 因此呢 当一个元素 如果和它的配体相互作用之后 常常会使得它的颜色呢发生增加 那么我们把这种滴滴的跃迁呢 所产生的这种吸收呢 那么同样的可以用在检测一些物质上去 那么因此呢 这个滴滴跃迁 当然F5跃迁实际上和滴滴跃迁也差不多 那么这种跃迁呢 那么同样的可以产生紫外和可见吸收 而这种跃迁一般都需要这个配位的离子 比如说我刚才介绍的 比如说水和氨都是非常好的配位离子 它们都能够和铜离子形成配合物 如果没有形成之前 如果是完全孤立的铜离子 本质上是没有颜色的 但是呢 如果把铜离子放在水里头以后呢 形成水和铜离子 我们看到了这个浅蓝色 氨呢 它的配位能力更强一些 因此呢 那么氨和的这个铜离子呢 它的颜色更深一些 对吧 它的颜色就更深一些 那么除了这样一个 由于配体的 这对于这个配位场的影响 而产生的这样一个电子的跃迁 从而产生这个紫外可见的吸收之外呢 另外一种呢 叫做电荷转移跃迁 电荷转移跃迁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我们知道三架铁和流青根 那么铁离子本质上 对吧 它的颜色是很弱的 几乎是没有颜色 因为它除非在水 它水和铁离子有点颜色 那么流青根呢 本身我们知道颜色并不强 但是呢 如果把它两个形成一个配合物以后呢 流青酸铁 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 红颜色的一个化合物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变化呢 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个电子转移所造成的 那么什么叫电子转移呢 就是这两个 比如说一个金属离子和一个配体 它们的能级本来各自有各自的能级 但是呢 它的这个能级呢 一个能级高一点 一个能级低一点 结果呢 就使得呢 比如说一个电子给予体的 这个处于低能态的电子 它跃迁到了电子接受体的一个较高的 这个能级的这个轨道上去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跃迁呢 就会产生一个吸收 如果它跃迁到它自己的能级可能会高一点 跃迁到这个能级可能会低一点 因此它就有了像这个能级跃迁的这样一个趋势 而且由于能量比较低 因此呢 它的波长呢 相对的也就比较长了 我们把这样一个跃迁呢 我们说呢 叫电荷转移跃迁 那么电荷转移跃迁一般的摩尔西方系数呢 也都是很大的 一般可以到一万以上 一般可以到一万以上 因此呢 这个利用这样一种配合物的方式呢 我们也可以使得这个金属离子的颜色增加 所以呢 过去很多无机离子的紫外吸收光谱 或者是可见吸收光谱的分析法 都是利用一个什么呢 利用一个配体 这个配体呢 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像流行根这样的配体 更多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们可能用的是一些更复杂的有机物 然后和它形成这样一个配体以后呢 我们不外乎呢 就是两个方面 要么我们影响了它的晶体场 对吧 使它发生了DD轨道的 或者FF轨道的这样的分裂而导致的跃迁 要么就是我们刚才的能量转移 我们一个电子给予体的电子 跃迁到了电子接受体的它的能积轨道中去 那么比如说像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这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化合物 就是藕氮氯3 藕氮氯3是武汉大学当年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能够测这个油的一个化合物 我们知道我们原子弹工业是需要这个的 所以武汉大学的过去的分析化学是非常著名的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们合成了大量的藕氮氯氯系列的燃料 能够对一些放射性的同位素 特别是一些这个原子能工业上常用的同位素 能够进行分析 这在我们国家当时没有原子光谱这些仪器的情况下 因为当时我们很穷 我们进口不了外国的仪器的时候 我们用光度法为我们国家的这个两代异性做了很大的贡献 这个燃料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燃料 那么这个燃料呢 它和这个油形成的配合物呢 大家看到这个燃料自身有一个吸收 但是和油形成配合物以后 它的这个吸收是明显的红移了 因此呢 我们可以呢 在一个特定的比较长的波长下 既没有燃料的吸收 同时呢 我们又能够得到这个配合物的吸收 那么从而呢 就可以利用这个吸收来进行这个油的 它的存在与否 以及它的含量的测定 那么这就是这个 我们利用它来进行分析的一个原因 总之来讲呢 我们说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呢 定性分析的理论一句呢 不外乎就是不同的分子 有不同的分子结构 因此呢 我们刚才讲了它的 比如说如果是对有机物来讲 它的这个派派跃迁 N派跃迁 Sigma Sigma跃迁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分子 从而它产生的光谱特征 是就是不一样的 因此呢 我们根据这个光谱特征 就可以对它进行定性分析 那么同样的 如果是金属离子的话呢 因为它的配位场不一样 因为金属离子不同的金属离子它配位能力不一样 或者呢 它形成配合物的时候呢 作为给予体或者是作为接受体呢 它形成不同的配合物 它的性质不一样 从而呢 也会产生不同特征的光谱 因此呢 也可以对这个分子进行定性分析 那么当然了 如果我们要合成一个分子 那么我们也应该从这几个点考虑 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考虑我们设计的这个分子 它的供额程度如何 第二呢 我们合成的这个分子 是不是能够适当的引入一些注色团 来加强我们这个分子的这个吸收能力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如果形成了以后呢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形成配位体 比如说我们再加一些金属离子 形成配位体的方式 进一步增加我们的这个碳针的这个灵敏度等等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从理论上呢 能够设计出来这样的比较好的 这个分子探针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对蛋白质的分析呢 就会带来一些很很重要的这个影响 那么这就是我们介绍的第一部分 就是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定性分析的理论 下面呢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它的定量分析的理论 那么定量分析的理论呢 从本质上呢和原子吸收没有大的区别 那么它的所依据的基本的理论呢 其实也就是吸收定律 也都是吸收定律 但是呢 分子光谱呢 有一些特定的这个特殊的特点 所以呢 我们还是简单的 再把我们大家熟知的吸收定律呢 我们再来过一下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分子吸收来讲 我们从这个吸收定律里头能够得到哪些我们原来还不是很清楚的知识 那么我们说这个定量分析 它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把我们的吸收程度和带测物的浓度之间建立一个定量的关系 是不是 我们在意气分析的每一章里头都为这个建立这个关系在不懈的努力 对吧 我们在电话学里头 我们有有Covic方程 我们在这个 发射光谱里头 有我们有罗马金赛博公式 对吧 等等 我们都在为这样一个目标在努力 那么 对于分子吸收来讲 我们也是想建立这样一个关系 当然这个关系 对同学们来讲 其实已经知道了 就是我们想知道 吸光度和带测物的浓度之间成正比 也就是说符合浪博贝尔定律 那么浪博贝尔定律是怎么推出来的呢 我们来再来过一遍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是证明一下别人 这个以前是怎么推的 我们更重要的 我们学习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你们马上就要做研究生了 马上要么就是在国内做 要么就是在国外做 那么你们做研究生以后 你们肯定会去针对你们的生物学上的某些问题 去建立一些新的方法 你建立了这个方法 你要写论文的时候 你必定得要写你这个方法的定性分析的依据是什么 定量分析的依据是什么 所以你学过人家的这些 别人是怎么描述它的 以后你自己在描述的时候 你会借鉴到他们的很多 你会很容易的把它写出来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以前别人是怎么描述的 那么你建立一个新的方法的时候 你描述起来就比较困难 所以学习的目的我们主要是为了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当年分析这样一个 这个西西西光的程度的时候 要建立这样一个定量的关系 他们当年是怎么样 从哪入手来建立这样一个关系的 他用了哪些理论 用了哪些数学公式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有这样一个吸收池 这个吸收池的厚度呢 是我们用B来表示 我们把这个长度呢 也叫光程 对吧 就是这个光线穿过这个吸收池的 这个长度 我们叫光程 那么 有这个吸收的结面积呢 我们用S来表示 我们用S来表示 也就是说 如果一束光从这里照射过来 它有一个面积 当然吸收的程度跟这个面积有关系 也和这个光程的长度有关系 它经过了这个吸收池之后呢 那么你一部分光就被吸收了 另一部分光呢就透过来了 那么我们能够测到的 是没有吸收池前的强度 和吸收之后的强度 对不对 那么我们希望把这个没有吸收前的强度 和吸收过的这个强度 它的这个所表示的吸收程度 和这个带测物的浓度之间 建立一个定量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进行定量分析的时候 我们所要提供的理论依据 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先不要用这么复杂的一个 无处下手的办法 我们先把这一个吸收池呢 看成是由若干个小的吸收单元所组成的 比如说这一块 我们切下来 它的厚度呢是DX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DX这个厚度的 这样一个吸收池里头的分子 它的吸收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我们说把这块切下来以后呢 那么它的吸收程度是这样的 就是照射到它的这个地方 还没有穿过去的时候的入射强度 应该是假设是IX 这时候不能是I0了 对吧 只能是IX 因为I0有一部分在前面已经被吸收 这是中间的某一块 是IX 对吧 那么如果吸收的程度呢 是用DIX来表示的话 那么我们说吸收率呢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底下是它原来的强度 上面是被吸收掉的强度 那么这就是吸收率 当然这个吸收率呢 大家看因为它是从大到小的 所以是个负值 所以我们加一个负号 加一个负值 加一个负号 我们说在任一个截面上的吸收率呢 我们都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 就是负的DIX除以IX来表示 这个大家明白吧 那好 那我现在就想来看一下 这个吸收是谁造成的 当然是这个溶液里头的分子造成的了 是不是 那好 那我想它既然是溶液里头的分子造成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截面积里头有多少个分子在吸收 假设有这么些分子 就是DN个分子 每一个分子有效吸收的截面积是A 那么当然这个吸收的总的面积就应该 DS就应该等于 就是吸收的 这个分子吸收的总面积 DS就应该等于每一个分子的有效吸收的面积 再乘以整个这一个块里头的这个分子的个数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DS等于A乘以DN 这样一个公式 这个能懂吧 对吧 也就是说一个单一的分子的有效截面积是A 有N个分子 DN个分子 那么它俩一成就是有效吸收的面积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块的总面积是S 有效吸收的面积是DS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那个公式写成这样了 这是有效吸收的面积 这是这一块的总面积 对吧 这是分子吸收的面积 分子吸收的面积 当然等于分子的单一的它的面积乘以总的分子数目 而有效吸收这个总的吸收的面积呢 我们还是保留在底下 我们来看 实际上呢 这就是又是什么呢 吸收率 它也是吸收率 是不是 是这个总的一块面积上有多少个实际上分子在吸收它 也是吸收率 因此我们当然把这两个就联系起来了 前头呢 光强的吸收率是这样子的 现在的这个实际的吸收率跟分子之间联系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公式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对吧 那好 有了这个公式呢 那么吸收定律就很容易推倒了 因为这已经和分子的有效面积联系起来了 可以想象和分子的浓度大概也差不远了 是不是 那么好的 那我们就 而且和分子的数目也联系起来了 所以和分子的浓度已经差不远了 当然了 我们还想再做点秀 这是在写论文的时候 你从理论上推倒 你总得把这个事情说的悬一点 让人家觉得你水平高 在science什么上能发表 所以呢你还得选一点 你就说 我现在考虑的是一个分子 实际上这个容颜里头有多个分子 其实多个分子跟一个分子考虑是一样的 所以呢 看起来很复杂 实际上是你也没做太多的工作 你假如这一块里头有多种不同的分子 那我当然这个有效的面积也可以 这个写成这样 就是ds也可以是 第一个分子的有效的面积乘上分子数 第二个分子的有效面积乘上分子数 第三个有效面积乘上它的分子数 这可以吧 实际上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我们说实际上我们考虑的就更复杂了 我们考虑了这里头多个分子 不同种类的分子的吸收 我都考虑了 那都考虑完了以后呢 我这个公式呢 就写的稍微复杂一点了 刚才我写的是 这个左边呢 是光强的吸收率 右面是分子的吸收率 那么右面的分子吸收率呢 刚才是一个分子 上头底下是s 上头就是个a乘以dn 现在因为是各种不同的分子 我就把它写成加和 对吧 实际上从数学推导上没什么难度 是一样的 好 那么有了这个关系事了以后 我们现在来想 我们刚才考虑的是什么 是整个这么大一块里头 我们切了一块 我们现在要把整个这一块的长度 给它积分一下 对不对 那么我们要积分的话 当然了 我们就要这样了 对于这一块来讲呢 它的入射光 从这边照过来 是矮灵 透过光是矮 所以我们积分从矮灵 一直给它积到矮去 对不对 这边 那么那边是什么呢 那边呢 我们刚才只是这一小块上的分子 实际上整个这个 这个吸收池里头呢 有n个分子 所以我们从第0个分子 一直给它积到第n个分子去 那么我们就把这两边呢 给它积分 对吧 积分了以后呢 那那这边一积分 大家肯定知道 这这这是个 已经离我们所要的东西 已经非常接近了 就是log i0比上i 只不过这个是自然对数 我们要的是什么 以实为底的对数 因为吸光度等于什么 a等于以实为底的log i0比上i 所以这边已经是吸光度了 对吧 就差了个0.434 是不是 而这边呢 稍微复杂一点 所以我们把这个公式呢 就写成这样了 a等于 以实为底的log的i0除以i 然后呢 等于 因为我们知道 刚才是自然对数 现在变成以实为底 所以我们只好在那边 写上0.434了 但这都是常数 我们知道 到最后都得把它都变成一个 什么大的常数 最后弄到一起 所以问题不大 那么这边呢 我们还没动 因为这是大S嘛 对吧 集完分以后呢 实际上就是它的加合了 对吧 你一集完分 就是整个分子的一个加合了 就是从一个分子 一直加 集到这个m个分子的一个加合 那么 但是这里呢 你看这是一个单个分子的面积 这个呢 是什么呢 是分子的数目 我们要的是什么 浓度 对吧 我们不管多少个分子 我们要的是浓度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做一个变换 这变换也很容易 大家看 这个S是什么呢 S就是那个吸收池的有效 就是吸收池的和光接触的那个面积嘛 那个面积应该等于这个吸收池的体积除以光成嘛 对吧 这没有问题 那么再来看 我们要的是浓度 浓度和分子的数目之间是有关系的 分子的总数目如果除以 亚弗加德罗常数的话不就是摩尔数吗 是不是啊 数目除以亚弗加德罗常数就是摩尔数 摩尔数呢 再除以它的体积 就是单位体积的摩尔数 单位体积的摩尔数不就是浓度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式子带进去 带进去以后呢 我们你看 带进去以后这个公式反而简单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本来就是这是个S嘛 你把S变成了这个等于是V除以B嘛 那你V在这B在上头 那么但是这后头呢 你又有一个V嘛 你这V和V是都是这个体积嘛 就除掉了 所以这个公式呢 就变成了这样子了 就变成了Sigma 然后0.43443 然后亚弗加德罗常数 对吧 然后呢 分子的有效节面积 然后呢 这个是光程和带策物的浓度 是吧 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令Ibsen 就是跟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把Ibsen叫摩尔吸收系数 我们令Ibsen呢 把这些常数都取代掉 就是0.4343 然后呢 亚弗加德罗常数 然后分子的有效节面积 我们都给它取代掉 那么我们这个公式呢 就等于Ibsen 这个这个很抱歉 我的那个软件丢了 把这本来想改成小 下标改不了了 Ibsen 这个这是下标 C这是下标 然后B 所以呢 我们说吸光度实际上呢 是受三个因素的控制了 一个是莫尔吸光系数 一个是带策物的浓度 一个是光程 对于不同的分子来讲 那当然它是一个加和 所以我们也可以写成单一的 每一个呢 都是 每一种分子呢 实际上都是一个Ibsen CB的话 都可以写成A1加A2加 一直加到Am个分子 对吧 如果有M种分子的话 那么 这里头任何一种单一的分子的 吸收程度 我们都可以用这样一个式子来表示 就是A呢 等于Ibsen BC 这就是浪博比尔定律 对吧 我们以前可能大家学过这个定律 那么只是可能过去没有推导这个定律 实际上这个定律推导起来非常容易 那么A呢 就等于Ibsen BC 就是底下这个公式 也就是说 对于任何一个单一的分子来讲 它的吸光度 实际上受三个因素来控制了 第一个是浓度 对吧 这也就是我们定量分析的基础 也就是说 当Ibsen和B 在保持常数的情况下 那么A和C之间有线性关系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就可以进行定量分析 另一个方面呢 我们说 这两个因素在影响着A 一个呢 是Ibsen 我们把它称为摩尔吸收系数 那么摩尔吸收系数 实际上呢 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 一个是0.4343 这没关系了 是个常数 一个是亚伯加德罗常数 实际上还是一个常数 所以摩尔吸收光系数 实际上和谁有关系呢 分子的有效截面级有关系 也就是分子到底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收光 它的有效截面级有关系 因此呢 这个A呢 实际上是提高Ibsen的 最关键的因素 所以大家可以预测 是不是这个分子越大 Ibsen可能会越高 是不是 当然了 还和供额程度有关系 在相同供额程度的情况下 分子是不是越大 吸收程度越高 因为它有效截面级会越大 是不是 另一个方面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吸光度呢 还和B有关系 B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那个吸收池的长度了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在做子外吸收的时候 一般那个长度是多长 一个厘米 是不是 那么我们希望把它变成100米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100米的话 我们灵敏度会提高多少 大家看 因为我们 假如C很小 我们用非常小的C 就要变得到一个比较大的A的话 那我们当然希望B打了 对不对 那么B 如果从一个厘米变成100米的话 对吧 那变了10的4次方 灵敏度 是不是 一个厘米到1米 再到100米嘛 对吧 是不是4次方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灵敏度 如果我们把光程能做到100米的话 我们的灵敏度就可以提高10的4次方 就是提高4个数量的机 那当然还是很厉害的了 那么怎么来提高它 大家可以想想 那么 因此呢 我们总结啊 我们说实际上呢 这个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定量分析的依据 实际上就是A等于Ebc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要推导的公式 那么根据这个公式呢 我们想做一点点讨论 看看这个公式的适用范围 第一个呢 我们说 这个吸收定律呢 它实际上是具有加核性的 因为这在我们刚才推导的时候 已经证明了 实际上呢 就是如果有多个分子的吸收的话 每一个分子的吸光度的加核就是总的吸光度 这使得我们在数学处理上 对于多个分子的处理可以变得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简单的加核 而这个呢 我们在前面推导的时候呢 已经证明了 所以应该大家不会有什么问题 第二个呢 吸收定律呢 只适合单色光 当然这里我要做一个解释 什么叫单色光 这个单色光是个相对的 它到底是一个纳米算单色光 还是零点一个纳米算单色光 还是十的负三次方个纳米算单色光 这是相对的 那么什么叫单色光呢 就是和这个吸收谱线的轮廓相比 这个发射谱线应该位于吸收谱线的中间 并且呢 比吸收谱线要至少在十倍以上 我们把这样的谱线呢 叫单色光 对吧 我们在发射光谱 在这个原子吸收光谱里头 我们用的空心一级灯 我们说那时候说它是个单色光 它为什么是个单色光 因为它发射的谱线的波长呢 只有十的负四次方个纳米 而吸收线呢 把这些变宽都算上的话 是十的负三次方个纳米 所以那是个单色光 那么在分子光谱里头呢 这个单色光要求松的不得了了 因为分子光谱长长的一个谱线呢 是几十个纳米 所以有一到两个纳米 那已经算是很好的单色光了 所以大家注意吸收光谱的这个辖缝的宽度 一般都要求这个谱线呢 可以是一到两个纳米的 对吧 如果你到零点几个纳米 那就测量的准确的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单色光是个相对的数据 但是必须是单色 你不能什么呢 你不能很宽 或者说你不能是两个光 你比如说像这样 你不能是两个波长的光 同时穿过这个分子 如果你是两个波长的光 同时穿过这样一个分子的话 即使你这两个光都在这个吸收线之内 同样会带来误差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推导 原因是根据朗莫比尔定律 对吧 A等于εbc 那么A1呢 就等于εbc 然后呢 假设我们是两素光 对吧 就是刚才的两素光 一素光是1 一素光是2 那么是1的 我们得到第一个股市 对吧 我们是I01除以I1 那么对于第二素光呢 Ebc2 bc log I02 I2 我为什么BC没有注明1和2呢 因为它是在同一个池子里头做的 虽然是两素光 它B是一样的 虽然是两素光浓度没有什么变化 但这两素光的梦尔西光系数是不一样的 对吧 因为一个分子对于不同的光 它的吸收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有效解面积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εbc1 εbc2 有可能一样 有可能不一样 对吧 那么因此呢 我们把它分别的写出来 那么然后呢 我们来这样看一下 那么我们的总吸收程度呢 这时候呢 就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说应该是A等于Log 第一个波长的光的入射光的强度 加上第二个波长的光的入射光的强度 除以第一个光的透射光的强度 加上第二个光的透射光的强度 而I1加上I2 I1等于什么呢 根据浪博比尔定律 我们其实可以写成这样子 对吧 I1等于它 I2等于它 我们把它俩带进去 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总的吸光度对于两个波长不同的光来讲 对于两个不同的光来讲 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公式 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公式里头的A和C还是成正比的 大家来看 如果A和C如果要想成正比的话 在这个公式里头必须谁和谁是一样的 如果I1和I2相等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 10的负Ibc就提出去了 如果一提出去以后 那么分母上的括号里头就是I01加I02的 是不是就成了这样子了 如果成了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两个就消掉了 分子分母的这两个就消掉了 所以A还是等于Ibc 也就是说 在什么情况下 如果是非单色光还成立呢 如果这两个波长不同的光 分子对它的吸收是一样的 吸收程度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公式是成立的 但实际上我们从刚才的那个普现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是不一样的 高度不一样 对于这个波长的光分子吸收的时候 它程度高一点 对于这个波长的光分子吸收的时候 它是要短一点 而就要少一点的 因此呢 这时候呢 Ibc 二呢 就不等于Ibc 一了 如果二不等于一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关系 只有这个底下这个关系 那么这时候呢 带测物的浓度和吸收物 就是吸光度 A之间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了 因此呢 就会造成曲线的弯曲 就会造成曲线的弯曲 这样在定量的时候呢 就会带来一定的误差 所以我们说 这个吸收定律呢 只适合于单色光 对于单色光 哪怕是多种成分 它都可以叠加 但是对于多色光 哪怕是一种成分 也不能叠加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对吧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对单色光来讲 多种成分 它的吸光度是可以叠加的 这是 但是前提是 它是单色光 我们刚才推导的时候 只用了一个I0和一个I 那是单色光 但是对于多色光 哪怕是一种成分 它也不能这样简单的叠加 特别是 如果存在 非吸收线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运起还算好 就两条线都是吸收的 曲线只是成了一点弯曲 如果还有一条线 根本就不在这个分子吸收的 这个线的轮廓之内 在外面 那么这个误差就会更大 为什么呢 假设我们说有这样一个非吸收线 那么如果有了这个非吸收线以后 我们把这个非吸收线呢 用小I来表示 如果这个非吸收线的浓度 这个非吸收线的强度 还比这个吸收线的强度还高的话 会惹很多麻烦 大家看 那么如果有了非吸收线 那么入射光呢 就有了吸收线的这个强度 I0和非吸收线的强度 I 那么同样的透过去了以后呢 I0呢 因为是吸收线 所以它原来是I0 它吸收了一部分 变成I了 但是非吸收线根本就不吸收 所以还是原来的那个强度 然后呢 A就等于什么呢 因为I啊 远远的 就是小I远远大于大I 所以小I远远大于大I 这个大I在分母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对不对 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那么就变成了这样 结果三个数都是常数 所以这个吸光度和浓度之间没有关系 吸光度和浓度之间就没有关系了 因为三个都是常数 所以你最后怎么变换浓度 如果有非吸收线存在 你怎么变换浓度 最后得到的吸光度都一样 那么这就不能够作为定量分析了 因此呢 我们说如果存在非吸收线的话 那么会带来误差 如果这个非吸收线要又很强的话 那么这个误差呢 就会非常大 由这里大家去联系一下 如果仔细去想 可能这点看起来比较抽象 如果想通了的话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 如果想通了以后你就明白了 这个原子吸收 为什么要一定要用一个锐线光源 如果那个线稍微比那个吸收线宽一些 有什么不成的 其实就是用这个公式就可以推出来 对不对 因为你要再宽一点 就有很多非吸收的成分进去了 有非吸收的成分进去 带来的误差就会很麻烦了 所以呢 我们应该把自己学过的前后的课程呢 要很好的联系起来 第三个呢 就是要要注意吸收定律的 就是吸收定律呢 它和这个你要测的这个物种有关系的 如果这个物种变了 那么你测量的误差就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都测隔 CR 但是隔在不同的PH值的时候 它是我们知道它是可以以葛酸根 或者是以虫葛酸根 两个不同的形式存在的 这两个不同的形式呀 它的这个吸收的这个 这个特性是不一样的 大家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 这个虫葛酸根和葛酸根 它的这个光谱呢 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不一样的时候呢 这时候你如果用的是 隔酸根的那个特定的波长 或者它的特定的摩尔西方系数来定量 从隔酸根的 那你就会带来误差 那么就就会带来误差 所以呢 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解离或者其他的原因 使得这个一个物质 它有不同的形态的时候 那么你的测量就要 首先要验证 这两个不同的形态 它的吸收曲线没有发生变化 如果它的吸收曲线 发生了变化的时候 你如果还用原来的这个方式来处理 那么还用拉麦比尔定律来进行定量 就会带来误差 就会带来误差 所以你比如说你要测隔酸根 你在特定的PH值下 它如果就是隔酸根 你测出来的是一个值 你如果在另一个PH 它可能已经变成重隔酸根了 这时候还用这个方法 还用这个波长来测 你可能测出来的这个值就不一样了 那么就会带来误差 所以这是拉麦比尔定律 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最后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 紫外吸收光谱 从刚才我们推导的公式来看 紫外吸收光谱 其实它的灵敏度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原因是这样子的 因为摩尔吸光系数 是灵敏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我们希望摩尔吸光系数越大越好 是不是 它越 因为光程呀 我说一百米 实际上 我们在实验室里很难实现一个光程很长的 我们一般就用一厘米 光程一般在实验室的仪器 商品仪器上是不变的 那么最容易变的是摩尔吸光系数 你可以选一个燃料 它的摩尔吸光系数大 那么灵敏度就高 那么摩尔吸光系数最大能够到多大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摩尔吸光系数是由这三个因素组成的 对吧 那么 因此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亚和加德鲁常数实际上是个常数 我们没法改 我们唯一能改的就是分子的有效截面积 假设一个分子的有效截面积 是1乘10的-15次方个平方厘米的话 亚和加德鲁常数是6.02乘10的23次方的话 我们看伊布森尔的极限是多大 那么伊布森尔呢 我们说 那么就应该等于 对吧 0.4343 然后亚和加德鲁常数 然后乘以分子的有效截面积 由于亚和加德鲁常数 我们已经知道了 分子有效截面积10的-15次方也知道 但是呢 我们要画一下单位 因为这个10的 我们是摩尔吸光系数 用的是摩尔 现在用的是厘米 摩尔是和升对应的 和厘米不对 那么怎么把厘米变成升呢 我们说厘方厘米和升是对应的 就是厘方厘米的1000倍就是升 所以呢 我们只要把厘米除1000 其实就变成升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除一个1000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算下来以后呢 我们说摩尔吸光系数 如果分子的有效截面积 是10的-15次方的话 那么摩尔吸光系数 就是10的5次方 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10的-15次方平方厘米的 这样一个有效截面积的分子来讲 它的摩尔吸光系数最大 只能做到10的5次方 如果它做到10的5次方的话 那么也就意味着 如果吸光度 我们最高可以读到1% 那就是吸光度是0点 就是如果1%的吸收 它的吸光度是0.0044 我们前面原子吸收讲过了 对吧 1%吸收 就是I0是100 I是99的时候 A是0.0044 对吧 那么B如果我们就说是1厘米 那么我们把刚才的10的-5次方 带进去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4.4乘10的-8次方 也就是说 拉伯比尔定律最大的 这个灵敏度呢 就只能测到4.4乘10的-8次方 如果分子的有效截面积 是10的-15次方的话 那么目前来看 绝大多数的有机物的 这个显色剂的分子 都没有一个超过10的-15次方的 因此这个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灵敏度 就只能做到4.4乘10的-8次方默 那么这就是这个方法本身的一个局限 如果超出了这个浓度范围 那么我们就做不了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学习的这个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定量分析的依据 以及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 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课 下课